那么还有是什么 英灵超度 英灵超度 英灵是你没看见的圣灵体 但是实际刚才讲 神是入体 是在腹筋谋卵结合的时候 他的神识已经在了 他的魂 他的魂已经有两魂在体内了 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出体 但是他是活的生命体 活的生命体 他有神识 他就有思维 就好像你现在杀一个活人 他会不会恨你 他恨死你 那他既然他有神识 他是活的 你杀了他 你堕胎 用药用手术各种方法杀了他 他会不会怨恨你 怨恨 怨恨还不是一般的恨 为什么 他是 他是跟你有缘来的 善缘来的 你结果还把他弄死了 你看这个怨恨 他怨恨一个是弄得你身体不好 他跟着你 因为这个鬼他也在长 他一岁了 两岁了 你让他出生 他一岁两岁了 你现在没让他出生 他也是一岁两岁了 但是永远长不大 一个小鬼神 他就怨恨你 还怨恨你的现在的儿女 为什么 爸妈为什么让你活着 为什么没有让我活着 就是你的儿女都健康有问题 事业不顺利 所以这个要重视 我们要忏悔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英灵 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亲人过世一样 去对待地帮助他们 否则他也是横死道 不要不重视 直到他这口怨气走了 好了 他就可以被这段缘就咬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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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